五味大仙科 造型雞蛋糕 甜蜜滋味的水果 這些農村好物 在東區百貨展社會都可以找得到 集結全台50多家業者的在地好味道 超過100個攤位 讓民眾從北吃到南 來場環島美食之旅 我們主要這次的話 帶來的是有鳳梨蜜蛋糕 是手工金鑽鳳梨熬成的果醬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真心鳳梨酥 我們是用東山採培桂園來入線的 那這次的重頭戲就是我們的雞蛋糕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特別開一個新的模具 使用了農村好物這個字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這次搭配的淋漿 對 搭配的淋漿是平溪蜂農的蜂蜜 可以稍微往前展示給我們媒體朋友看一下 我們是使用嚴選的席選蛋來搭配的 那我們這樣可以食用安心又健康 文葛呢 在豪梅里其實是一個經濟 最重要的一個經濟作物 然後呢 我們是來自於 全球百大永續故事 講的一個村落 全球百大永續故事 我常常跟很多貴賓說 我們是大大的地球裡面 小小的台灣裡面 小光點叫豪梅里 讓世界看見台灣 所以我們的蚵仔跟蛤蜊呢 就來自我們的故鄉叫做豪梅里 希望大家能夠去品嘗一下我們在地的蚵仔 我們那裡的蚵仔 因為是國家級勢力保護區 所以呢 養出來的蚵仔跟蛤蜊特別好吃 特別鮮美 特別怎麼樣 特別讓你有滋味 那我們這次準備了營養滿分的酪梨汁 還有我們關廟最有名的關廟鳳梨 那鳳梨呢 我們在五月份 就是母親節的這前後兩個禮拜是最棒的 那肉質細胃可以大家看到 它幾乎感覺不到鳳梨心 那這也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因為它叫金鑽鳳梨 那我們現在關廟90%以上都是種金鑽鳳梨 而且我們很自豪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說專心享福 那 大家在收狗你可以知道 那我們鳳梨的特色是 田間裡面熟成採收 不是像綠色的採下來之後 一直放放放 那敢這樣做就是表示內銷能力很強 不用燉火的藝術啦 好 那我們還有果乾系列 就是我們柚子跟鳳梨乾 鳳梨乾就是用我們自己的鳳梨做的 我們自己的鳳梨做的 所以很有特色的 那因為我們哈密瓜的產季其實已經快到了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中午節前後那兩個禮拜 大家可以來採新鮮的哈密瓜 好 那我們的哈密瓜不只是吃新鮮的 我們還要把它弄成哈密瓜醬瓜 好 那我們把哈密瓜醬瓜拿去做成絞肉或者是雞湯 那放在裡面可以讓客人吃不一樣的口感 那不再只是只有西龜米或者是大龜米去做的絞肉 對 那我們還會用哈密瓜醬瓜去做 那也希望台北的客人能來吃看看 那不只是只有萊伊來場說只有塞青蟲 好 我們狀為鄉也是有哈密瓜的 農村好物品牌以食品為主 需在合法場域生產 擁有完整包裝及食品檢驗 等於是由政府把關的農產好物 項目多元帶動農村產業發展 也幫消費者挖掘在地隱藏產品 把這些農村特地好的東西透過這樣的一個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這些好物都是有認證的 包括那個加工品一定是工廠的 也包裝得很精美 能夠在收穫那邊來展示或是展授等等 都是有一定的水準 不是剩菜 所以我們到這個台北地區 把我們的鑽腳好的物品都給我們集中來 包括你看那些的那個生鮮的那個水果 都是一時之險 而且是當季的 那個非常好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幫忙把這個農特產品很好的這個東西 可以介紹給 推廣給所有的這個消費者 而且這一些在收穫裡面展示 展壽 其實高貴不貴 真的也非常的實用 自用送禮兩香禮 這真好 而且今天參展的所有的好朋友 包括我知道的 我剛才在旁邊說過 聽說今年很特殊 北中南東還有一個美食驛站 把那個很好的東西 蚵仔對不對 那個副師長跟我講說 那個你到那個什麼 嘉義的豪美里 戴豪美里 豪美里 那就是台灣 八道衝出來 冬天的時候很冷的地方 原來也是養了很多的這個生物 你去吃麵的時候 聽說這一些蚵仔或是婚友 說是一肝肝 這個真的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是呼籲所有的 不管是台北市裡面的消費者 還是外地的 還有我們周邊的 一定要就這個時間來 收穫中校店 5月14號到17號 這個時間就是很短 好的東西都會積極力 而且你上頭還可以品嘗 聽說今年還有那個什麼 調味的這個啤酒 農村豪武展除了收羅全台優質農產 也祭出滿額送鮮果 以及其他豐富消費禮 特展宛如一台環島列車 帶領民眾來唱小小的環島神宴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請大家看到 次課櫃